今天我们刚刚来到这个花园种 就是被新教的传统认为是耶稣基督受难 并且买葬的地方 那到底是不是这个地方并不重要 我已经讲过多少次 我们不是来朝拜某一个地点 或者是朝圣某一个建筑物 或者一个坟墓 我感谢上帝的是耶稣的坟墓没被发现 我感谢上帝的是摩西的坟墓不知道在哪里 我已经讲过很多次 但是今天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的是 我们作为一个基督的肢体 我们可以聚在这里 我们来一同体会耶稣的受难 在心里面不单单经历他的苦路 十字架的苦路 同时在这里也好像他一样的在这个世界上死去 并且期待从他里面重新复活 在二十七章 马太福音他说 他们吃的时候 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 就掰开 递给门徒说 你们拿着吃 这是我的身体 又拿起杯来 祝谢了 递给他们说 你们都喝这个 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 为多人流出来 使罪得赦 但我告诉你们 从今以后 我不再喝这葡萄汁 知道我在我父的国里 同你们喝新的日子 他们唱了诗就出去 这就是马太福音所记载的 耶稣的最后的晚餐时发生的事情 你就会看到 这个信息当中 耶稣到底要跟我们传递的是什么 我们今天聚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又一起要体会的是什么 圣餐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在这里看到的三个 第一个就是 圣餐是纪念 纪念耶稣曾经为我们做的 所以这个饼就好像代表他的身体 所以当这个饼被剥开的时候 乃是表示他的身体被剥开 他曾经在世界上 为我们所成就的 所做的事情 这是过去的事情 但同时作为教会的肢体 作为整个耶稣的门徒的群体的聚集 当我们聚在这里一同领受这圣餐的时候 当下的是我们自己的生命 再次去经营耶稣的受难 耶稣为我们的死 为我们流血牺牲 为我们的罪 舍命流血 这是当下的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就是我们有一个盼望 我们盼望耶稣基督还要再来 刚刚我坐在这边 我们一起唱诗歌的时候 我非常感动 非常感动 今天中午我们还在一起探讨 这个圣经的文本到底 正确性到底在哪里 对不对 这就是我的point 我已经不再去argue 它是不是一个historical fact 我已经不去争论 它是不是一个历史性 一定怎么样的东西 对我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我生命中 经历过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 对我重要的是 我的生命 跟耶稣基督的生命 是连接在一起 所以我想今天我们这位教会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就一同来领受这饼 跟领受这杯 领受耶稣基督的死 并期待与祂一同复活 O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